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做歌手的时候就没有关系啊 他会给我很多的安全感 不要有质疑 不要有任何的反复沟通的余地 这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我们的电影 就是打破电影 我们看到你的性格表现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做每一个决定都很果敢 事实上是这样吗 对大的节点上我决定了我就会往前走 我就会这样做 因为参加了这个第一个功夫的戏 然后让大家了解了我知道的我 无论别人怎么说 也无论别人怎么看 在我的内心深处 在这点上我是非常感激的 你后来和周星石又见过面吗 没有 没有机会 主要是 真的有机会的话 你会怎样呢 主要感谢他 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有才华的一个导演演员 那如果现在真的是见到周星石的话 你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好久不见 没想好 就像我们现在的采访一样 到时候是可以一个很随机的一个 记性反悔 对 是的 在2005年底的话 你认识了杨子 因为你也说了 那会儿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 完全没有人支援 会是你们俩的感情升温的 或者是有变化的一个 一个临界点吗 我不能说这个就是一个临界点 我是觉得还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我对杨子一开始这个 我不太喜欢他 我觉得他很给人外形 感觉是很张扬的 很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内念的型的那种 但是他的做法却非常细致 就是他的行为有很大的反差 而且确实他的人格的魅力 其实更加吸引我 他在做人做事 包括他教我的一些事情 和他对周围人的一些做法 让我从这个上面感受到 他是有一个有魅力的人 是这一点我觉得更吸引我 当然你要说在一些事情上的处理 这些我是作为旁观者 我看到他一步一步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 也会在我的心里会有加分 你一直很崇拜杨子 对对对 是那种就是我不需要跟他讲 他就会知道我需求的人 会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对对对 他会给我很多的安全感 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去表达的人 就是我真的很想要这东西 我不会跟他讲 但是他一定会在就是观察当中 知道你想要这个东西 有这个需求 他会尽其所能地一定帮你去达到这个 他非常细心 他会去很努力地去完成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 你曾经说过 杨子给了你很大的一个影响 他算是你的导师吗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说吧 某一个层面上 因为我们之间这么多年 在一起生活上的伴侣 然后工作当中的伴侣 然后在我遇到一些人生的低谷 包括他遇到一些人生的低谷 我们俩都是在一起 所以这种影响我觉得是很深刻的 其实不光是杨子 不光是我老公 还有其他的一路上走来 就像你刚说的那些事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想 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 确实被有的没的争议过 我自己回想了一下 到底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哪些是我有去回应的 哪些是我没有做任何回应 像我性格一样隐忍的事情 我觉得都不重要了 那都是过去的那个我 那现在那个是我最想把我自己 好的自信的和我此时此刻 能够主宰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也在说你是理科生 然后也很理性的状态 那比如说他的那种强势 你会有排斥过吗 他其实挺感性的 就为什么我刚刚有说 他是一个小孩那样 他有些东西非常感性 他没有像我这么理性的 去看待一些事情 他一直都是非常有 有这种煽动性的 有领导力的那种感觉 可能跟他做企业有关吧 也跟他以前的经历有关 其实我性格也是本身 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的 就没有太多攻击性的那种性格 所以我觉得在有些很多时候 他可能 他发生的时候我就很少说话那样 对 就你们是互补的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就可能性格里面 或者是属相啊什么的 其实他私底下没有那么像他说的那样 就是因为很多网上的有的没的 就是好像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他 或者听他都会觉得他好像很强势啊 或者是很有煽动性啊 但是他有这方面的 但是他其实还是有另外一面的 还是有很多很像狮子座的那种很热情啊 很小孩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大家都互相彼此之间了解的比较多 所以也能够体会到这些很微妙的感受吧 那我也是一个不太喜欢去辩解的人 在我的内心 我永远希望打败的那个对手是我自己 我希望做得更好 就是那种勇往直前 当这个节目来找我的时候 我确实被这个题目也是感动了 成风破浪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我一直追求的一个状态 看你资料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很多人其实只知道你是演员 然后忘记了你曾经是歌手 但你其实开过外人演唱会 然后参加过两次春晚还独唱 我不知道 就其实也是这个节目 我觉得成风破浪这个名字也特别好 就是成风破浪无惧艰险有往直前 就像跟你一样同感的 我身边很亲近的 我的化妆师跟了我很多年 他都不知道 他都说你会跳舞吗 你可以吗 就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 真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会这些 有这样的才艺 对有这样的才艺 然后我觉得 为什么不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 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 你其实可以做到 可以更好地去展现自己 还是从艺人的角度去考虑的 两个方面嘛 一个是因为我也这个年纪 我很希望能够 就是像这个名字一样 给自己再一次地去挑战自己 去让自己忘记过去 去重新展现自己的一样的一个勇气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 就不会再去有这样的想法了 我觉得一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展示 二是从孩子的角度上 我也特别希望给他们一个榜样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 让他们看到妈妈 即便是现在的这个年纪 这样的情形 她还能够去为自己的梦想往前走 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想得非常清楚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是想来摒弃过去 勇往之前 给大家展示一个最好的我 展示一个大家没有看到的我 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坚定 我要去做一件事情 是发自我内心想去做的 而不是被别人游说的 或者被别人告诉我 引导我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你现在变得更独立 对 我变得更加了解我自己 也变得更加知道我想去做什么 此时是你最好的时光 我觉得是 对 那演员和歌手两个身份的话 你更喜欢哪个 演员你是需要去塑造别人的 但是做歌手的时候就没有关系 你可以呈现最好的你自己 那唱歌的话 你的代表做是什么 我一直很希望找到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唱歌的标签 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 让大家看到这是我的代表作 大家没有意识到说 黄胜一还会唱歌 以前是个歌手 会不会因为是他没有代表作呢 演戏可能先入为主 所以大家很多时候唱歌 还是会觉得是一个演员 黄胜一在唱歌 在玩票 即便你唱的是什么 他们不在意 只是觉得 只要看到你在那里唱就可以了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在音乐上 让大家看到一个更有代表性 更有标签性的一个形象和身份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团的形式 也是让我觉得特别有心意的 也是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都是来之前我的化妆师还跟我讲 真的吗 声音 她说你可以唱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说那我更要去 参加这个节目 让你们看到一下 我在唱跳方面的功底 那其实在做艺人这条路上的话 你还是有一些期许的对自己 是吗 当然你就希望可以能够做更多的 角色的尝试 能够塑造不同的角色 这就是你演员的一个技能 那做歌手也是 音乐上面你可以去 更好地展示你的舞台 你有代表作吗 在演戏上 代表作可能大家 比较多了解的功夫啊 天仙配啊 那些都是我的代表作 天仙配会是你的代表作吗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戏了解我的 我会经常去问一些朋友 因为我希望我可以得到 大家更多的信息的反馈 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戏了解我 有些人是因为那个戏了解我 所以都会不一样 其实 百度百科上 你的大概的履历 上面有很多作品 写的出品人是你 因为当时有很多戏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 去参与进去的一些 主导的意见 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它是影响了你作为演员的创作 对吗 也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不够纯粹 就是当你的身份 不够纯粹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顾虑 往往越纯粹 你会得到了越多 就是你没有预期的 越是觉得掌控很多的 往往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结果 是这样的 人永远不可能掌控任何东西 你自己有时候都不可以掌控 无论今天我做的是什么 不重要 这都是个载体 也许明天换了一个世界 我自己生孩子那几年 虽然在演艺上面有一些停滞不前 但从某一个程度上 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 我真的有机会去停下来 去思考自己的很多问题 反省反思 包括孩子之间 这些可以说是我最好的演戏的素材 你需要的是重新开始的一个沉淀 这段时间就当然并边大很多人说 看到声音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是因为我这段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才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才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那你有冒险精神吗 有 我是一个大事上就是比较大线条 但是小事上还是有冒险精神 就像我当年考 我记得到电影学员学表演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行业 一脚踏进来可能就要四年 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冒险 但是我就理性的那个声音就会跳出来了 又说我也要有更好的安排 就是万一这个事情不成功怎么办 所以我当时也就有计划 说如果不行 我可以硕士的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在大学的时候 还一直在读四六级的英语 就是为了要考那个托福用的 你在那会的时候 就已经为自己的后路想得这么周全 是我需要有一个建设 就是有这样的给我安全感 我才能够更放心的 在现在这个池塘里面去游泳这样子的人 那如果我们说安全感满分十分的话 你那会儿的安全感大概是多少分 到现在 到现在也是啊 所以我觉得我要学习的原因 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多的安全感 所以我才要去学习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进则退 如果我不会新的东西 这个时代就会被淘汰 然后你一定要不停地在这样学习 你才会有给自己安全感 那安迪这么愿意学习这么有规划的话 他难道也是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吗 对 因为很多人说他像我嘛 所以我觉得孩子是一个自己的一个镜子 有的时候自己看自己看不清楚 看他可能更清楚一些 之前你和杨子一起接受采访 他说你是那种 内心有个极强的小宇宙 然后极其好强 极其要强 就是因为有危机感 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才才要做得更好 能够让自己永远有一个竞争力的一个状态下 你是个好演员吗 我想做一个好演员 就是当我做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就能够全心地投入进去 我希望能够在进入到角色的时候 真的能够放下一切的那些包袱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演戏对我来讲是一种解脱 因为现实里面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要在演戏里面去享受一下 逃到别人的人生里 对 是的 你可以暂时地在那个人生里面去过一下 然后再回来过你自己的生活 怎么理解你说现实中的很辛苦 因为之前你说的 你现在状态很满意 你很幸福 无论家庭事业 是 但是问题是你重复的这样的过程当中 就像机器一样 它一定会累啊 那么在演戏的时候 对我来讲就可以不要管那个生意 它可以沉浸在演戏里面 那个时候我知道这一切都会有节点的 都会结束 它是一个假期 对 是的 然后我就很享受这个过程 你用了一个非常名正言顺的借口 对 是的 逃离一段时间 离现实保持一个距离 对 我们前面说那一路的摸爬滚打 那个过程到哪年差不多结束的呢 有一个时间节点吗 就是从有孩子开始啊 特别是这两年嘛 那一五年之后更加有一些感受 是生老二之后 就那段时间基本上就主要是孩子啊 以孩子为主 生老大之后还不是 对对 还在赶路 那会为什么还要在赶路 我生老大其实这个孩子给我特别的感触 我都不知道我怀孕了三个月之后才知道的 一直到生下来 三四个月就开始复工了 07年到12年5年的时间 你们应该也是有一定积累了 然后生完孩子还是没有停下来 对 我真的是因为我当时工作人员 跟着我都十几年了 我生孩子他们也非常努力地还在 还在工作 贴下你的日程表 对 然后他们生孩子的时候也是在很努力地工作 因为要去 为了他们也得去工作 那15年的时候才开始停下来的 对 有了二宝 然后当时因为老大也是一直都是奶奶在带 所以就是想自己来带嘛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孩子带那边上学 接送都是我来安排的 然后我还怀孕 所以就那段时间感觉到好像特别 特别放慢节奏 然后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都已经走过了八年了 是 会觉得累吗 忽然间放慢节奏 当时你知道我当时生老二的时候 就是夸张到我没有一个人联系的 我就跟自己在那边完全一个新的世界那样 你已经放弃了周围所有人的这种关系吧 对 就是感觉是完全要享受一下自己一个人去做事情 去生活的那样的节奏是什么样 从那一会儿开始起变得从容了 对 我生完老二后完全就是放慢下来了 等于是 那后边再接工作的时候会有心理障碍的吗 在慢车道上走了很长时间 再开始接工作会有不适应 也会有重新地去审视 去看 去选择 你父母会希望你成为一个文化人 没有 我妈妈也是很开明的 他们就是告诉我一些 他们觉得对的 就像我现在跟我儿子那样 然后但是你的路到时候18岁以后的路 你自己会去选择 他们好像当年是期望你成为经商是吧 甚至成为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个领头人 对 是的 就他们希望我可以走一个就是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吧 当时可能是很早就接受了这些理念和整个一个走向吧 我那个时候还很小 他就希望说我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发展 所以我是理科生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海 我是交大附中的嘛 我们学校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进到一个500强的公司做一个高管 高中生 对 他们比较小的让我去独立地去承担一些东西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通过自己的付出得到回报 天上没有平白无故的掉下来的馅饼 没有免费的午餐 就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你自己去赠来的 自己去得来的 就这一点我特别小旧这个意识 在2011年的时候 那是你过的日子里头最窘迫的一段时光吗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他其实还是尽量的就没有让我觉得那么窘迫 很多时候还是尽量能够维持一个生活的状态 但是我内心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然后希望可以赶快就让自己还是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下 那就努力的工作啊 然后多做一些事情啊这样 所以你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不停的在奔跑 你累到哭的就砸墙砸门 对那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那段时间赚钱的方式只有你吗 嗯对主要是以我赚钱 雅子能做什么 他有的时候我拍戏 他也会在那个戏里面也演角色啊 然后一方面他可以陪我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就是运营这样的一些事情 11年吧之前对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走 他不心疼你吗 嗯 可能也心疼吧 我没有问过他这个 但我觉得当时可能大家都觉得 他也觉得这是个最好的方式 赚钱 和为以后破路 也有可能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工作是这样的 你停下来就停下来的 然后你不停下来你就一直会往前滚 没拍戏之前 你肯定下一部戏的时间就已经定了 然后等于我们演员是最后一个被通知的 那经纪人定好的时间你是不是得去执行啊 你就要去follow他的那个schedule走 那么他的schedule永远是在你 你拍完之前就定好的 那么就像一个推车一样就一直往前推 一直往前推 还没有做到说今天这个戏 我说不体验了就不演了 然后你们之前的工作就都白做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时听到你们当时说了大概一个数据嘛 一年大概六部戏 上百场以上的商业 他说基本上你就在空中飞 对 基本上没有停 每天都在做 然后你说要请三天的假去三下晒晒太阳 他都会拒绝了 是 因为工作人员都安排好时间了 所以我在想说这和作品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应该怎么说呢 任何的从量到质的改变 你首先想要有量的积累 我到今天今时今日 我不会去否定自己某一个走过的那个阶段 我说也许那个时候我如果不是这样会怎么样的选择 没有没有这样的假设 在功夫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认为黄胜仪是好演员 那么莫怕滚打的一系列东西 无论是为了生存还是运营 他会不会损伤一个演员在观众心中的一个信誉度 我觉得当人在那个时机 如果你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话 就是没有办法去看精神食粮的书籍 所以你的第一课先是要解决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我今天坐在这儿 可能我能够更加有条件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是源自于我那个时候的积累 无论是财富的积累还是能力的积累 当你做那些所有的戏的时候 到今天你的这些总结你的经历 这是我现在可以去展示的 你不能够去否定你自己的过去 那段时间没有质疑过吗 说这条路对不对 没有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老公开始 就是跟杨子开始说的就是不要有质疑 不要有任何的反复沟通的余地 这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只要相信做就做下去 你就选择了相信 对是 你说你看世界的眼光是杨子的眼睛 我求证一下 这是你说过的话吗 我觉得可能当时我说这个话也不够准确 不能够是他的视角去看 只是他引着我去走一些路 然后让我变得成长起来 我不是跟着一个人随便就走了 我觉得他是能够带领我 最起码对于我自己的认知上 我承认我有很多很幼稚很小女孩 很不明白这个人情事故的地方 是我找到了一个老师让他引导我 你觉得这一路引导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我觉得我们最起码没有浪费时间 也没有浪费任何人生当中的宝贵的年华 没有太多遗憾 我作为一个女人来讲 到今天我可以放下一切的心态 能很享受包括来参加这个节目 我拥有很可爱的孩子 家庭 事业 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去担心任何的事情 可以让我放弃勇往直前 继续去拼尽全力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是符合我的人生规划的 我是一个很坚信于什么时间就该做什么事的人 在该上学的时候上学 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 该拼事业的时候拼了事业 该有自己梦想追求梦想的时候 我也会放手一搏去往前冲的 我觉得挺好的 挺享受现在的状态 有人说你把一首好牌打得稀烂 你听到过吧 听到过 所以我很想知道你手里真正要打的牌是什么 你有很长的时间去做 你还有很多人生 很多精力没有去体会 你有那么多的东西 你想去释放 你有机会 但是未来 如果有一天 大家看到我是另外一个生意 也不会觉得惊讶 因为我一直在往前走 我不知道我最终的路会怎么样 但是我这种希望往前的这种心是永远不会变的 未来你会在哪里你是永远不知道的 就是因为它未知才好玩啊 计划我们是要做的 但我不想说我未来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我不想给自己框死 我觉得无限可能 进人事而后听天命 也可以这样总结 那你现在的身份主要是什么呢 歌手 演员 商人 我觉得可能现在阶段 演员还是我的主要职业上的 商人还是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还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真正的商人不是那种挂名式 在未来我还是有机会的 你还是没断了这个想要经商的这个念头 可能这个商业的东西在我脑子 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一直都很想做 就是任何的商业的逻辑和理科相关的 我还是很想很喜欢的 我很想去做的 你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过变化吗 越到现在我感觉人生其实就是一出戏了 只是这出戏的长短 你在一个三个月的电视剧剧组演的一出戏 你在一个整个人生都是一出戏 看你怎么样去饰演 人间是剧场 是 所以你在任何时候都有机会 还是有你自己演员的本质在里面 但是这个形式就像我讲的 你可以有人生有各种的形式 如果人生真的是一个剧本的话 你觉得你人生这个剧本 故事写得怎么样 你满意吗 满不满意都是你自己写的呀 你会有想修正它的地方吗 不想修正 我不喜欢在书写的时候去图图改改前面的东西 我就是喜欢把它写下去 你可以在结尾写得更漂亮一点 我喜欢这种很随意的去写 也不去给它太多的框框的结构 说不定会有更多的色彩 用一个色彩来形容你的生命状态 你会选什么颜色 一个色彩吗 绿色吧 那你想选几个色彩 我想选好多色彩 因为七彩的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绿色也足够了 代表生机 会觉得整个生命明亮 对 觉得好像自己的形状和独立 属于我自己的那部分